全球威威团队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戴老师 现在是在蒙特利尔与大家空中相会 非常感谢团队给了我这个机会 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杰斯的两大系统 那么杰斯呢 在过去的一年多中 虽然遭遇疫情 但是呢他仍然在快速的发展 尤其他仍然出现了很多新的产品 那么对于这些老产品和新产品 以及他们之间的配合使用呢 大家可能会有许多问题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有幸请来了 刚刚获得杰斯公司形象大使的安吉医生 来为我们大家搭义解惑 那么安吉医生呢 他毕业于明台大学的医学院 是个硕士 副主任医师 二十多年的临床医学研究 他具有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多年来呢 他作为杰斯的形象大使 不遗余的推广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帮助无数失去健康的人们来改善健康 并且呢 用他的专业知识 对杰斯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呢 了解的非常透彻和深入 因此呢 今天我们请他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有关杰斯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这个产品方面的一些知识 以及帮助大家来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有请安吉医生 亲爱的那个杰斯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因为全球各地的时间的早晚都不一样 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戴老师 可以听见 请讲 可以听见 那我现在 好的好的 那我就先把屏幕共享一下好吗 我屏幕共享一下 然后我再说一下 现在是 需要我这边变成全屏模式吗 戴老师 可以了 可以了 我试一下 你打开全屏模式 换灯片 我打开全屏模式 我再简单讲一下 不 现在不是全屏 对 我现在要打开一下 然后我再讲解 是不是更好一些了 现在是全屏模式了吗 现在 现在我这边是全屏模式 您那边 可以了 能看到了 是吧 好的 亲爱的杰斯家人们 非常高兴 可以了 可以了 好的 亲爱的杰斯家人们 大家 非常高兴 就是今天 我拿到了 杰斯形象大使的一个奖杯 这个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 希望我通过 我这边的专业的讲解 能给杰斯家人们 以更好的帮助 在这儿就是说 我简单说一下 我的杰斯故事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 肿瘤课的医生 那么我是怎么加入杰斯的呢 我是通过我的导师 给我讲了这个杰斯这个产品 在他 就是在他们家人 这个 带来的一些变化 其实呢 这个过程呢 是我主动发现 然后主动去问我导师的 因为呢 当我导师 他的爱人 因为我是搞肿瘤呢 主要是搞甲状腺肿瘤的治疗 所以说呢 他的爱人呢 当发现甲状腺节节4A的时候 来找到我 看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给他 找那个我们的彩超专家呢 来进行评估 因为在这我说一下 今天呢 因为时间非常宝贵 所以我把我的杰斯故事呢 就融入到产品的讲解中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彩超啊 跟医生的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经常呢 有伙伴问我 把一些那个 就是提检的一些报告呢 发给我 尤其是呢 别的呢 我倒不会 有太大的疑问 就是彩超这块呢 我希望大家当 看到彩超报告 提示彩超报告有问题的时候呢 您最好呢 找当地的彩超专家呢 再进行一个评估 因为彩超呢 跟医生的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说 彩超专家 和普通的彩超医生 可能 这个看完的结果 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我导师的爱人呢 他当时体检的时候呢 是普通的彩超医生看的 认为呢 甲状腺结结是4A 那么这个4A的结结呢 在我们 肿楼科医生一看 就是有可能 有甲状腺癌的风险了 当然我让他 找彩超医生专家看的时候呢 我们的彩超专家告诉我 他爱人的甲状腺结结呢 不是4A 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结结呢 缩小的速度太快 就像一个胖子 瘦得太快 脸上有皱纹一样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个有皱纹的这个表现呢 一般的年轻的彩超医生呢 就以为是甲状腺癌的癌痫病变 所以定为4A 但是彩超专家一看呢 这根本就不是4A 这个结结呢 已经缩小到不用分类了 当我看到我导师他爱人 这个我亲自带他爱人 去找彩超专家 做出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非常的敬意 因为他爱人的情况 我知道一直是甲状腺结结三类 我也就大概一年左右 没有见到他爱人去做体检 一年的时间 甲状腺结结就缩小到不用分类了 所以呢才会 在体检的时候呢 误诊为4A 那么在这儿呢 其实就因为看到这个结果 我主动就问我导师 给他爱人用了什么东西 让甲状腺结结缩小速度这么快 因为我是一个专门从事甲状腺肿瘤的这个专科医生 我很少看到 谁能用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生活方式 让甲状腺结结缩小速度这么快的 所以呢 当我问到我导师的时候 他告诉了我 就是他爱人呢 是因为肺膜不利结结 用了结色的产品 我这才想起来呢 他爱人当初呢 这个肺膜不利结结呢 也挺大的啊 这肺膜不利结结呢 在用产品之前是5到6毫米 因为其实这个肺膜不利结结啊 达到8毫米的时候 就要警惕他往肺癌方向发展的这个风险了 所以说呢 我导师呢 通过这个研究呢 知道这个杰斯产品呢 比较非常安全 所以给他爱人用 用了大概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呢 赶上这个他们 这个就是赶上这个单位的体检啊 体检的时候呢 就是突然发现这个甲状腺结结 变为4A了 让他们很疑惑啊 我导师觉得很奇怪 因为本来是控制 控制 其实控制肺膜不利结结 也是控制抗肿瘤的 怎么会甲状腺结结 反而往肿瘤的风险走了 所以他感觉很 很奇怪啊 也很诧异 所以才找到我 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所以当时呢 我知道这个情况 我才 我才 我才想起来啊 就是我导师爱人这个膜不利结结 那么当我们知道 这个甲状腺结结不是4A 是缩小到不用分类以后 其实已经体现了 劫瘤产品的抗肿瘤作用 那么我赶紧去看 我导师他爱人的肺膜不利结结 呃 当我看到他提点报告 肺膜不利结结 消失的时候就没写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啊 因为这个肺膜不利结结呢 也消 就是缩小都不太容易 消失呢 也更 更是非常困难 除非是严性的啊 可以消失 如果是肿瘤性的 很难在一年之内呢 消失这么快 所以说呢 当时我 还不太敢相信啊 有这么一个产品 能有如此经营的效果 我在把它所有的提点 就提点报告所有的呃 这个检查项目全看完以后 呃 发现了确实 很多指标呢 都比以往他的指标要好 而且呢 这个肺膜不利结结呢 呃 确实是没有看到了啊 就因为这个变化啊 呃 才吸引我去了解 这个结词产品 因为为什么我要了解呢 其实我本人 当呃 我导师来 来 因为他爱人的这个 呃 甲状腺结结来找我的时候 我也发现了 我有肺膜不利结结 而且我的肺膜不利结结呢 也达到了五毫米 我其实看到这个 我的体检报告 也吓了我一跳啊 因为 我是肿瘤科医生 看到这个报告 当然呢 我知道我以前得过 那个致原体肺炎 呃 因为在盲病的时候呢 自己抵抗力比较弱 被感染致原体肺炎以后 被小孩子感染致原体肺炎以后 我因为致原体肺炎呢 呃 呃 高烧到四十度 呃 这是十年前的事了 打了一个月的针 所以呢 这个我得过致原体肺炎呢 他就 我讲了通俗点 呃 这个肺上面可能就不像 大家的肺那么光滑了 可能就是有点像 疤痕性质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呃 炎症呢 也可以引起肺膜不利结结 当时我的肺膜不利结结呢 我看到我的体检报告以后 我赶紧找我们医院的 这个肺膜不利结的专家 专家一看呢 我是多发的膜不利结结 然后大的呢 五毫米 呃 告诉我呢 就是因为结合我的这个有过机缘体肺炎的这个病史 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专家认为我那个多发的膜不利结结应该是延性的 但是这个五毫米的膜不利结结呢 找方法的时候呢 呃 碰到我导师和他爱人来找我 呃 看到他们这么呃 近年的变化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去了解这次产品 呃 因为我导师呢 我知道他们呃都是科研工作者啊 呃 他们不会随便用一个产品 呃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呢 呃 当我导师告诉我这些产品以后 我也是 查阅相关的文献啊 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科学的含量啊 然后呢 又经过我导师呢 呃 他的推荐呢 了解这公司的这个呃 前前后后啊 所以说我当我知道这是一个大爱的公司 老板和老板娘呢 呃 这个初心啊 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有一个啊 能用上高科技产品的机会啊 能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平台啊 当我考察确实这个产品有很很强的科学 呃 科学性以后啊 我也开始使用这个产品 呃 我我经过这个呃 节色产品的使用呢 我告诉大家我的变化 呃 我三个月的时候呢 我的多发的摩布里姐姐就消失了啊 然后呢 呃 这是我挺意外的哈 因为是等我用节色产品三个月的时候 正好赶上我们医院的呃 呃 就是相关的检查 然后呢 就是说我用了大概一年左右呢 呃 我的甲状腺结节也是用三类缩小到不用分类了 而且我意外的发现 呃 我在用节色产品一年的时间 我的乳腺结节三类也消失了 所以这让我非常的高兴啊 也说明了节色产品的科学性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的节色故事啊 简单的 那么其实我通过使用产品 呃 提会到了节色产品的这个呃 高科技的含量 然后呢 也知道了节色公司的大爱 那么通过我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呢 呃 也在不断的分享 我自己呢也晋升为呃 呃 那个蓝宝石啊 呃 那个我自己呢也带出了我的一个蓝宝石的团队 呃 所以说呢 我在今天的分享中呢 呃 也会除了讲产品以外 会告诉大家 我作为一个医生 呃 怎么样来分享产品 呃 怎么样来创建自己的团队 啊 好 那么大家呢 来看一下我 我这个屏幕共享啊 呃 首先呢 今年啊 从去年啊 去年对大家来讲 最大的事儿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来袭 啊 让扰乱了我们一个正常的生活秩序 那么这个新冠病毒呢 它 其实呢 它是一场病毒和免疫系统之间的斗争啊 呃 其实呢 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次新冠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轻症 就是大大多数人免疫力还免疫系统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有效抵御啊 这个新冠的这个攻击的 但是如果免疫力比较弱的话 呃 就会呃 在感染的情况下呢 就可能被呃 就可能转化为重症啊 所以说 其实新冠没有什么特效药 大家都知道 那么我们新冠呢 最主要靠我们的免疫力 当然呢 现在在大规模的实行新冠疫苗的接种 那么对于这个新冠呢 我们唯一能主动啊 主动来呃 抵御新冠的 除了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以外 就是呢 通过疫苗啊 呃 来让我们呃更好的预防新冠啊 啊 好 呃 那么说到这儿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呃 就是 我们大家呢 呃 虽然有 我想今天上线的 有医生的 有非医生的 那么我们简单进行一个科普啊 我们今天讲课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 呃 所有的伙伴呢 呃 我们随便拿出一个器官 比如心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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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由心脏的细胞 呃 所呃 呃 构成的 那么细胞呢 再细化一下 里面有什么染色体 大家可能这个呢 是一个基础知识啊 啊 染色体里面呢 呃 其实打开了它的细微的结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因 那么基因呢 它再打开呢 就是一个定因双螺旋结构 大家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 不用太特意的记 但是有个形象的认识啊 那么我们染色体的两端呢 就是我们的端粒就像我们携带 携带两端有个头样的 就是端粒啊 好 那么我们知道的这个结构以后 大家就知道 其实人类呢 只生一种病 什么病呢 细胞疾病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比如说有肝病呀 有肺病呢 有肺炎啊 什么各种各种疾病 但是如果你用最简单的 现在的生物啊 那个呃 这个方式 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呃 角度来来讲的话 人类呢 只生一种病 细胞病啊 呃 那么我们如果大的方向呢 可以分为 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但是希望大家呢 能由凡变解 知道呢 其实我们人体就生的是一种病 细胞病 那么细胞为什么会生病呢 它有哪些原因呢 我们大概看一看啊 呃 其实我今天讲课 我希望大家课见了 大家都能呃 随后呢 都能可以截图 主要是听懂就可以啊 那么细胞经常它发生障碍的原因 第一营养不良 比如说细胞得不到它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吃饭喝水 为的是给什么呢 细胞供应能量啊 我们修复 还有那个复制这都有可能 所以说大家每天要有相的营养供给 第二呢 就是毒素的侵害 比如说细菌啊 细菌啊 病毒啊 对人体的伤害 啊 第三呢 叫细胞衰老 其实呢 很多人认为衰老啊 可能就是 脸上长短皱纹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疾病 就是细胞衰老 导致的退行性病变啊 我们医学上叫退行性病变啊 那么我们再讲得通俗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很多人呢 都觉得啊 我们的衰老 就是头发变白呀 牙齿脱落呀 出点皱纹啊 觉得其实有些人觉得这个 我不怎么注意形象的话 也无所谓呀 其实不是 我们医生呢 最关注的是内脏器官的衰退 看得见的 是你看得见的 就头发变白呀 牙齿脱落呀 这些 其实我们看不见的 内脏器官的衰退 才是导致我们退行性疾病 还有免疫功能变差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 我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专业讲解呢 让大家知道 看不见的衰老 是最要我们关注的啊 那么随着衰 随着细胞的衰老 那么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就会变差 啊 大家知道吧 因为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其实今天让我来讲这个专业知识 我觉得第一 是拿到了形象大使的一个这个奖杯 第二呢是这一周呢 是我们国家的肿瘤防治周 所以我在讲解的过程中呢 希望给大家科普一些 呃就是怎么样 预防肿瘤的相关知识啊 那么说到这呢 我怎么样来考察 考察杰斯公司呢 我我怎么样来 呃敢敢使用杰斯产品的 杰斯的那个产品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医生啊 对于这个产品的使用 是非常谨慎的 呃当我看到我们杰斯医学顾问的团队 我们的呃纽曼博士啊 我们的干细胞的专家 尤其是呃那个 我们的整形外科的专家啊 那我们的老板老板娘呢 呃尤其是老板 他的膝关节的就通过干细胞的治疗啊 才才结识了纽曼博士 才有了我们的杰斯的公司啊 我们的呃文森蒋帕帕博士呢 呃他是呃抗 美国抗衰老协会的会长啊 也是全球知名的抗衰老 呃医学顾问啊 那么我们的威廉博士呢 是我呃最欣赏的 为什么呢 他是中西双料博士啊 也是我们杰斯产品的呃 这个把关人啊 我们的唐纳博士呢 是预防医学的专家啊 所以说我们主要 我们的使用杰斯产品的 主要是预防的作用 我们克里斯丁博士呢 就是他是骨髓 干细胞这个呃研究的专家 也是我们不露的研发 研发者啊 好 那么通过杰斯医学顾问呢 呃他建立了 YES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既然我们大家知道 就一种病 人就生一种病 细胞病 那么我们如果把细胞优化了 大家不就不容易生病了吗 所以说我们细胞优化 就是这个作用啊 那么我们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呢 他通过 为数不多的一些经典的产品啊 呃让大家呢 呃细胞得到优化啊 呃有内服加败用 今天呢 我主要讲内服产品啊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敢用啊 这个杰斯产品呢 不 我们其实在杰斯产品的呃 这个钻石里面有很多都是呃 呃医医生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杰斯产品安全科学有效实用 其实我们医生考察一个产品 是不是我们敢用 是不是敢给我们病人用 要考察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科学 是不是有效 为什么呢 我们看我们杰斯产品的得到很多的 第三方的认证 美国FDA的认证 尤其对于生产流程的认证 加拿大的认可啊 还有亲针的标志 大家知道亲针标志很重要 说明这里面产品里面没有任何激素啊 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所以我们医生呢 呃也才敢用 而且才敢给我的病人用 因为我们给病人用 是非常谨慎的啊 好 那么呃在这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解决 啊老化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啊 首先呢 是干细胞技术 那么咱们杰斯产品的代表代表作呢 我们的Viventa Blue 还有AMPM啊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道的DNA修复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里面代表的AMPM和我们的新产品 Live NMN 再一个呢端粒煤技术啊 刚才我说了 其实端粒呢 我们人的那个年轻器官啊 尤其器官的年龄 主要是我们可以通过测大家的端粒 就知道大家的器官年龄 比如说举例子啊 有些人呢 他比如说我们杰斯产品的使用者 有了用了十年了 有了用了八年了 那么杰斯产品的使用者呢 有些比如说他五十岁的人 他测的端粒呢 才四十岁 就说明他的器官年龄非常年轻啊 那么我们的让器官年轻的这个产品的代表产品 菲勒和AMPM啊 好 那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让基因健康 我们的细胞才能健康 那么怎么样给基因得到修复 或者怎么样让基因健康呢 有营养基因学啊 其实现在营养学呢 已经从最早最古老的咱们说 维生素的这些的搭配 已经发展到营养基因学了 那么我们的 我们这边方面的专家呢 就是我们的蒋帕帕帕博士 他研发的AMPM 所以我们一会讲产品的时候就知道 它是DNA基因修复系列 它是可以让我们在基因过程中 如果有突变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有些我们肿瘤病人是有肿瘤家族史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阻断这个肿瘤家族史 带给我们的那个风险呢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AMPM 这样的低音基因修复系列 让我们的这些缺陷的基因呢 得到修复啊 其实呢 有这个遗传基因并不是都得病 因为我们知道 21世纪的营养基因学呢 是我们希望好的基因打开 不好的基因关闭啊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 我们怎么样细胞正常呢 我们的能量工厂 线粒体加工厂 线粒体要正常 那么线粒体的那个产品的代表作呢 就是我们LIFE NMN 那么LIFE NMN怎么让呢 能让线粒体工厂得以正常呢 其实就是通过对NAD和它的水平的调节 我们后面会讲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讲 产品如何使用搭配 我们ES细胞优化管理系统 其实在这我说一下 咱们走的走的是中医的原理 西方的制作工艺啊 所以说呢 才能达到如此好的效果 中医的原理呢 讲究清调补啊 那么西方的制作工艺呢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美国呀 这些西方国家 高科技的生物领先技术啊 那么我们哪些产品是清 清呢 比如说配权 它是清理排毒的 调呢 就是我们AMPM基础营养的 啊 补呢 我们的结义菌啊 来让你肠道得到一定的那个改善 因为我们吃东西要通过大肠小肠的 这些肠道的吸收 所以叫补啊 我们呢 我们看素慢的呢 是让你的大脑更加清晰 其实呢 它对肝脏还有一个加速排泄排毒的作用啊 我们的补露呢 是推陈出新 干细胞的作用呢 就是推陈出新啊 那么我们的NARA呢 呃 是让我们 这个呃 就是韧带 有胶原蛋白的地方呢 呃 就是叫有胶有胶原蛋白的呃 那个比如韧带呀 还有我们的我们的皮肤啊 弹性更好 那么怎么样寿命延长端 呃 器官年龄更年轻呢 就是让我们端力延长的飞乐 怎么样让我们的感觉 呃 生命力更有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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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强的生命力 更精力旺盛呢 就是我们的LiveNMN 让大家呢 呃 精力充沛啊 所以说呢 我简单的把节子产品呢 用中医原理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轻调补这么一个特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节子产品的事物人群啊 在这呢 我首先 我首先科普一下啊 呃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啊 就是哎呦 我这个 往回到一下啊 大家稍等一下啊 我我这个点的有点快了 我把它退出全屏啊 然后 我给它那个 往上走一下 待会上一张 我记得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个大家知道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的功能医学呢 就是能让我们现在针对各种功能进行检查 来及早的发现问题啊 那么我们的配权的使用年龄呢 是一到一百岁 就是说大人孩子都能用 我们AMPM呢一般18岁以上用 但15岁以上的孩子呢 根据特殊情况也可以用 那么我们的菲勒呢是25岁以上的人呢可以用 因为它是延长端立的 在这儿一会儿呢我会说一下啊 我们的补露呢 干细胞这个产品呢 一般呢是18岁以上的人在用 除非呢是有比如说血液系统疾病的 有干细胞 我们需要它干细胞进行恢复的 比如说呢那样的话 16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用 我们的MAND呢一般呢 就是我们主张是16岁以上的人用 但是如果我们有小孩多动症的 那么我们小孩呢也可以用 LIFE NMN呢一般来讲是25岁以上的人 在使用 因为呢但是如果有特殊的疾病的 我们也可以提前用 好今天呢我把大家就是说 我希望通过讲解这个课件呢留给大家 那么主要是呢让大家能听懂 就是咱们这个杰子产品和现在的一个健康知识 怎么融合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拳头产品 配权精华 是我们杰子公司呢是最热销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植物生化素的一个范围 就说它是纯植物的 那么我们的配权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 首先我们这个配权里面有白栗露醇 它的作用我们一会儿再说 再一个呢 生产白栗露醇的这个厂家呢非常多 但是我们的效果为什么非常好 因为我们有革命性的悬浮凝胶技术 其实这个呢是给美国宇航员用的 大家知道宇航员上太空以后是不能喝东西的 它们通过寒服来达到这个保证营养 所以什么这个悬浮凝胶技术呢 它有高吸收率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白栗露醇啊 它有个特点 不容易水啊 容易被胃酸破坏 如果我们是喝进去的 那么效果很差啊 那么我们悬浮凝胶技术呢 大家知道我们配权是寒的 寒服呢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啊 就避免了胃肠的这些代谢啊破坏 那么其实呢 大家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在抢救心脏病病人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的塑效救心丸 为什么能救人呢 它是舌下寒化 这个舌下寒化吸收入血 仅次于筋脉注射 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 那么我们是一个复防制剂啊 我们不仅有白栗酥成啊 我们还有五种水果啊 红石榴蓝莓 黑樱桃 巴西紫莓葡萄 加那个葡萄籽 绿茶芦荟 这个复防制剂呢 才能达到我们如此好的效果 好 我们看看 经常我们说呢 其实我们人体呢 为什么会得肿瘤啊 为什么会被新冠 那个感染新冠有可能转为重症 就是因为大量自由基的攻击 那么我们在用了配权和不用配权 大家看到红细胞是 我们用了配权以后呢 我们受保护的红细胞呢 可以阻挡自由基的攻击啊 在这我说一下 我们在推广杰色产品的时候呢 不要告诉大家 我们杰色产品是致病的 不是 我们杰色产品是抗衰老的 让大家呢 live young feel young look young 啊 就是看起来年轻 感觉年轻啊 自己呢 用起来也很年轻啊 但是呢 其实我们疾病 大家知道三分治七分痒 虽然我们不宣扬我们的产品能治病 但是呢 我们的产品对很多疾病 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啊 所以刚才我的分享 我的解释故事 大家注意哈 我们在分享解释故事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确实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我们不要给大家给分享的时候承诺 我们的产品能治很多病 不要有这样的承诺 我们主要是抗衰老 其实在细胞抗衰老的过程中呢 就阻止了很多疾病的发生 也能让很多疾病呢 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哈布大学对白利露醇的功效 刚才我说了 我们的产品里面主要是白利露醇 那么白利露醇 这是美国哈布大学的研究 不是说我们宣扬我们配权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白利露醇呢 有抗炎啊 抗抑郁啊 美容瘦身啊 比如说对老年痴呆有好处啊 我们的激素失调啊 对它有个平衡作用啊 尤其对关节炎啊 我们很多关节不好的人呢 用完产品效果非常好 为什么呢 它的消炎功能呢 比RSP0高60倍啊 对于静脉曲张啊 对于防癌抗癌啊 都有很好的作用 尤其对于小儿哮喘 尤其比如说我们过敏性的疾病 糖尿病啊 尤其我们糖尿病呢 它是平衡胰岛素分泌 让血糖达到平衡 并不只是降糖啊 那么心脏病病呢 有很好的扩血管的作用 其实这个呢 我就不细讲了啊 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课件呢 再去了解 尤其我们对 比如说月经不调的呀 我们可以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不孕不育的呢 就是公寒 那么我们的配权呢 可以让它达到一个平衡 暖宫的一个作用啊 这个致白利入醇的作用啊 我们呢 其实现在来讲 最多的很多人呢 有骨质疏中 不管老 不仅是老人 而且我们很多孩子 都有骨质疏中 为什么 大量的饮料的摄入 而且呢 也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配权呢 有促进心骨形成 预防骨质疏中的作用 我的很多肿瘤病人呢 在抗肿瘤的同时 我意外的发现 他们的这个骨密度 竟然正常了啊 在用产品之前的骨 我们发现骨密度是疏中的 在用完以后呢 在给它常规的检查中 发现骨密度正常了 这个呢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喜 我的病人也非常的高兴啊 就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的作用 但是我没有对它 有太多的承诺啊 因为呢 我们告诉它 是可以调节啊 调节的作用 但是每个人呢 情况不一样 尤其在过满症 笑产失眠 和便秘啊 这些呢 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 对高血压病人 像我的导师呢 他通过使用间的产品 他现在高血压 要基本上都 通过两三年的时间啊 不怎么用高血压药了啊 只是备用一些高血压药 在需要用的时候呢 才去用 这个图怎么写啊 是萝卜的布吧 好 那么我们的配权呢 我希望大家呢 知道我们的配权是轻 为什么呢 清除 其实我们的那个小杨博士啊 吴小杨博士讲过 从中医角度来讲呢 都是就是 都市人大多健康问题呢 都是毒 那么他呢 把我们杰瓷产品的这个配权进行了 性味归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 我们的归精呢 很多是归到肺精的啊 那个还有肾精的 所以我们的配权呢 对肺部的疾病 尤其肺癌的 还有肺膜不积极的效果呢 都非常好啊 那么在这我说一下 体质虚弱的人啊 因为这个配权呢 它含良分要有搭配 刚开始大家在用产品的时候 一定不要着急 我建议大家呢 先是一代配权 先用三到五天 看看有没有排毒反应 在这我说一下啊 就说 只要是从中医原理去解决问题的 都是大家有一个注意 有一个排毒的过程 所以说呢 这个排毒反应呢 你有可能会出现 那么我们刚开始呢 这个用的时候产品 刚开始一定要小剂量 用三比如说配权 用三一天一代 三到五天 看看有没有排毒反应 再根据情况来加量啊 这样的呢 会比较好 好 说到这呢 我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走中医原理呢 它是通过中医的阴阳五行 在这我不讲那么细 肺 肺主皮毛开窍于鼻 那么我们配权呢 主要打开肺筋 所以呢 很多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呢 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我们的肺部的病 比如像我的摩波里结液呢 也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么很多呢 有些有肠道问题的人 也得到的改善 他们觉得奇怪 其实不奇怪啊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它是与大肠相表理的 所以它有育长肠癌的发生 啊 这个呢 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有相关知识的人呢 可以去细进一步的了解 啊 好 那么配权怎么用呢 啊 我们知道大家是含服的 很多人呢 可能不太会含 但是呢 你把 放到舌下 你只要 比如说再不会 你按照诉口的方式也可以 但是慢的点 一般呢 三到五分钟 把这一袋含完 啊 就是你含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慢慢的往下咽 因为食道粘膜 啊 也都可以吸收 它是通过粘膜吸收的啊 如果重病人确实不能含 让他一口一口往嘴里面敏 也可以 我们有些人呢 也可以把它用作面膜啊 或者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在 有一些窗口的 意外的一些窗口的时候 我其实呢 我自己也试过啊 把配权的用到上面 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外用啊 一岁以上的儿童的 孕妇啊 哺乳期的 这个配权是大人 孩子 孕妇都能用的 当然 就是他怀孕前和怀孕期间 用配权的 他可以用 如果怀孕前 怀孕期间没有配权的 那还是先不要用 因为有些人呢 可能会有一些排毒反应 所以说呢 根据孕妇呢 要根据他 就是怀孕之前 用没有用来决定啊 那么如果大家 胃不太好的人 我不建议大家空腹用 建议大家饭后 饭后用 如果胃特别差 容易反酸的 你饭后立即用 那么如果胃不是太差的呢 你可以饭后半个小时 左右用 都可以啊 我今天呢 把这课件给大家呢 就希望大家呢 以后呢 能通过学习呢 掌握他的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配权的基础保健量 一天一到两大 就是我们公司推荐量 那么我们养健康的呢 有些比如说 有点问题的 那你可以一天两到三包 如果你已经有疾病了 那我可以一天三到四包啊 如果有肿瘤病人 可以六到八包 当然 不是一下子 一下子用六包啊 我一定强调 逐渐逐渐增加量啊 呃 不要一下用太大的量 配权呢 就大家注意啊 就是 如 因为它有天然的抗瘤作用 它倒不会导致你有出血的风险 因为它有天然的抗瘤作用 所以如果说 有病人使用抗瘤药的阿斯林 比如说华法林酱抗瘤药的 那么我们配权的量 不应该用太多 两包就可以啊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提醒的 也有课件 大家可以自己往下看啊 好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产品 AMPM 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们叫DNA基因修复早晚系列 这个呢 是我们蒋帕巴博士研发的 这个我说的 像我们肿瘤病人呢 他的家属呢 想预防肿瘤 预防这个遗传基因 带来的风险 就可以用 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用的 为什么呢 我们 其实人体 呃 这个细胞 它内部 每天在发生的 很多的生化反应 它的这个呃 在那个基因的复制过程中 是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 那么如果我们用到AMPM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纠错啊 我们 但是呢 我们这个呢 其实通过 这个最早呢 是给宇航员用的 为什么呢 宇航员上天以后 它没有白白天和黑夜的区分 它看不到白天黑夜 那怎么让它有生物中呢 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呢 发现人白天和晚上 对维生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个呃 不同的生物素的啊 这个维生素的呃 这个配物啊 让我们白天呢 能精力充沛 晚上睡个好觉 我想讲 它从中医院里来讲的 叫滋阴补血方啊 所以说 如果说你这个身体条件特别差 那你应该先用AMPM 把这个身体调一调以后 再用配权 有些人的身体条件呢 根本就不能用配权 所以我们我们这个AMPM呢 叫基础营养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科学的这个价值 它这个生物中理论啊 这个是有生物中理论的 获得诺贝尔医学讲的 其实我们中医上来讲 叫子午流注图 大家都听说过 呃 我们中医讲 要早睡早起 什么时程 时程的对应什么经络 所以说呢 在这儿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就是有些人呢 呃 用完AMPM以后 他发现这个睡眠 反而不太好了 不要害怕 这个呢 不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不好 而是呢 它在调整你的生物中 那么如果你睡眠确实不好 你可以先用PM 先不用AM 先把睡眠调一调 呃 再再配 再去使用 就希望大家呢 知道 其实说到这儿 我说一下啊 我们的配权呢 是一个碳病神器 我们的AMPM呢 也是一个碳病神器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正常人 健康人 我们含配权是酸酸甜甜的水果味 非常好喝 但是我的肿瘤病人含完配权 是酸味 而且特别酸 有些人酸到牙都喝不了水 啊 那么我去查了 发现他确实有肿瘤的风险啊 那当然不排除他口腔 口腔方面的问题啊 如果没有牙引口腔方面的问题的话 啊 他含的酸的都喝不了水 或者是酸的特别酸 那说明他现在免疫力比较差 也不能说他就有肿瘤的风险 但是至少免疫力比较差啊 那么我们AMPM也是个碳病神器 你用了AMPM 如果说你某一个时辰 发现就睡不着了 那你看看你这方面的经络 可能是有问题的啊 我们的中医专家呢 曾经对应过 确实是非常准的啊 那么AMPM怎么用呢 一般的成年人早 早餐后两粒AM啊 晚餐后 就是晚餐后或者晚睡前一小时呢 两粒PM 如果是粉剂的话 就各一代就可以啊 在这我说一下啊 就大家用完AMPM 尿液变黄 这种是有B族维生素的原因 不要害怕 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对方 你用完AMPM 尿液有点黄 不要害怕 如果我没有提前说呢 很多人会非常紧张啊 我们在这写了 睡眠有严重障碍的人呢 刚开始可以只用PM 不用AM 他调的差不多的呢 再用AM 你像我们都讲了 孕妇不建议用啊 普务妻妇女 如果她之前怀孕之前 中间呢 就说她之前用过的 她可以用啊 那么15岁以上的呢 孩子有特殊的呢 也可以用啊 好我们看看下一个产品 菲勒端利啊 这个端利理论呢 是获得诺贝尔讲的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菲勒 为什么会有 这个延长端利的 这个效果呢 因为她有TA65MD 这个端利 这是我们杰斯公司 买断的这个端利啊 那么她呢 所以说呢 她能快速活化端利煤 有效增加端利长度 再让我说一下啊 咱们这个菲勒里面 除了有TA65MD 还有很多配五的成分 复防 它全是复防治剂啊 那么这个呢 呃 它不会增加肿瘤的风险 因为肿瘤细胞 它的端利是不受你控制的 我们增加的是正常细胞的 啊 这个端利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是有科学的 这个验证的啊 在这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其实菲勒呢 呃 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 叫补气足瘤的 大家想想 我们的任何节节肿瘤 都跟淤毒有关 没有淤毒 不会形成节节 也不会形成肿瘤 所以我的肿瘤病人 还有我自己 我本人呢 因为有节节 呃 我配上菲勒以后呢 效果非常好啊 那么我们菲勒怎么用 我们看了 我们这个PPT上面也写了 一般来讲 呃 一天一到两次 一次两粒 呃 其实两粒也可以 呃 四粒最多了啊 一般我们不主张 太大的量了啊 如果胶囊 你确实有些胃不好 不能用胶囊的 也可以把胶囊打开 直接呢 把那个粉剂 呃 把里面的粉剂呢 呃 温水送服也可以啊 一般25岁以上人在用 孕妇普补期 不建议使用啊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非常喜欢的敏动力啊 我是个人呢 特别喜欢敏动力 为什么呢 敏动力呢 它能 它含有专利的 呃 这个蚕丝蛋白萃取物 这是韩方啊 韩国的一个专利啊 那么 它呢 能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啊 所以说呢 对老年痴呆呢 有非常好的预防和治 预防和那个辅助治疗作用啊 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 它里面还有干嘛氨基丁酸 和肠氨酸 其实对我们脑内神经地质的一个 呃 重要的物质 那么在这我想讲讲 它从中医的原理来讲呢 是瓶肝西风方 什么意思 呃 这个呢 它对于肝脏的排毒解毒 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就是像我的肿罗病呢 在转重度脂肪肝 重度肝损害的时候 用到我们这个慢的呢 效果非常好 而且呢 大家有些人知道 我们这个慢的 有一定的解酒的作用 为什么 其实你 你的这个 呃 喝酒容沐浴醉 跟你的肝脏 排毒能力 是有很很大的作用的啊 所以说呢 在这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中医的讲解 就是说 哦 为什么 有些伙伴用完 有这么好的效果 当然我们不要去 告诉大家 将治疗什么疾病 我反复强调啊 我们一定要在 在推广过程中 告诉他啊 这是一个辅助治疗作用啊 有辅助的治疗作用 并不是主要的 因为 而且我们节脂产品呢 跟任何重要西药 都不冲突 在这我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说呢 有很多经常伙伴问我 我用了重要西药 能不能用节脂产品啊 没问题 好 那么慢的怎么用呢 一般一天呢 一到两次 一到两次都可以啊 如果是睡眠不好的 我建议大家呢 是晚上用 因为这样能更好的调整睡眠啊 好 我们的任系列呢 其实 我们中医角度来讲 它是体质调节的 调节匹配的 让大家表示一个标准体重 并不是非常 不是减肥药啊 更不是减肥产品 当然它有速身的作用啊 但是它不会让你 受到非健康的状态 我们的任鲜胶囊呢 它有效的控制食欲 平衡血糖 我们的任鲜饮呢 它主要是补充 八种必需氨基酸啊 我们的任鲜蛋白素呢 就是我们经常喝的 这个蛋白粉啊 它是各种 优质蛋白的摄入 其实我们要想提高免疫力 就一定要保证 优质蛋白的摄入 比如说呢 我经常给我的肿瘤病人说 每天呢 要吃要有一个鸡蛋 或者一个鸭蛋 一个鹅蛋都行 反正一个鸡蛋是必须 一个类似鸡蛋大小的 这个东西要保证 再一个呢 保证有瘦肉啊 或者呢 比如说这个瘦肉呢 包括白肉和红肉 当然如果你保证不了的话呢 可以用我们的蛋白粉 我们的蛋白粉呢 这里面呢 就含有这些优质蛋白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产品怎么用呢 我们看我们的任鲜质呢 我们写了一次两六一天 一天两次餐前 三十分钟口服啊 ZenFate呢 一次一袋啊 一天两次 运动前 长温的水重复啊 我们的蛋白粉呢 其实我们可以当代餐用 你比如说像我们呢 医生的工作非常忙 有的是我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 我就把它当代餐用啊 非常好啊 15岁以上的人呢 都可以用啊 尤其是我们在运动的人呢 就是很多人的优质蛋白 是不够 免力会比较差 在这我说一下啊 大家现在嗯 很多我们全球都在推 就是在推广这个啊 就是在疫苗的接种 那么我们打的疫苗 怎么样产生抗体呢 我们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 如果我们没有优质蛋白的摄入 就算打了疫苗 也产生不了抗体 那么我们没打疫苗的人呢 如果我们通过 劫子产品的正常使用 然后我们每天保证啊 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一会再讲 但是首先要保证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的摄入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 呃 就是使用这些产品 比如说你经营条件有限 那你保证一天 一天一个鸡蛋 啊 一天一块 你拳头握紧那么大 一块瘦肉啊 如果呢 你能用上这些产品 那会更好啊 这叫优质蛋白的摄入啊 好 我们看看我非常喜欢的Nara 这个胶原蛋白饮 其实呢 这个东西并不只是 让我们说皮肤啊 变得非常光滑 我们其实有关节 有韧带的地方 都需要这个胶原蛋白 比如说我 我们很多呢 关节有问题的 或者韧带有问题的人呢 用完我们的Nara以后 感觉 哎 这个关节问题解决了 啊 呃 像我本人呢 比如我本人是颈椎 腰椎都不是太好 因为这工作量非常大 我在用完Nara以后 发现我颈椎腰椎呢 得到很大的改善 为什么呢 它是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我们的胶原蛋白呢 不是外面咱们说的吃猪蹄子啊 外面卖的这种胶原蛋白 我们是生态级的 就小分子的胶原蛋白的 呃 这个成分 让你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 所以没有什么排斥反应啊 而且我们配了八种 超级的水果精华 让它呢 胶原蛋白不仅能生成 而且能留得住 中医角度来讲 它是调节肾筋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发现很多人用完Nara以后 哎 头发也非常好 因为肾呢 是竹骨生发的啊 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呢 呃 因为经常工作量比较大 有时候有点缺钙 呃 那么我用完这个Nara以后呢 我的这个 骨关节的这个不舒服症状呢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啊 好 那么Nara怎么用呢 我们下面写了啊 就是一天呢 一般我们如果袋装的话 就一袋 呃 我自己现在用的是 马来西亚的那种盒装的 那么一般我是要 最起码一小条根的啊 它那边有个小锁子啊 它那个一锁子到两锁子啊 所以说呢 但这个呢 因为我们的Nara呢 都含有很多的水果精华 我建议大家饭后用 不要再 呃 最好你要刚起床起来用呢 这个水果的成分可能会被破坏啊 我一般 呃 不主张早晨起来用 当然有些人呢 他是便秘 那你可以早晨起来用 他有很好的一个呃 凑排的一个作用啊 好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明星产品 不露啊 我们不露这个产品呢 是我们的干细胞产品啊 每次一袋啊 呃 一般的 就说不主张用太热的水 但是我们华人知道 我们不能喝那种太冰的冰水 其实我们就用长温的水 跟你口味一致的长温的水 呃 把它调开 如果你说我不能喝长温的水 我要加稍微温一点的水 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不能用太烫的开水啊 我们去呃 把它一般的250毫升充服 而且补露怎么样用效果好呢 我是一般一袋配权含满以后 15分钟以后要喝上250毫升 这个水的时候 我就冲一袋补露 因为补露和配权配到一起是绝大 尤其对于肺部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那么补露有哪些成分呢 我们看有水 水滑 水滑 丝枣 杀 极果 芦荟 尤其呢 这个是从青藏高原来的这个成分啊 这个呢 有非常好的这个配方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的干 我们的干细胞 呃 恢复的快了 我们的人体呢 才能更新 呃 就是我们的细胞更新能力 才能比较强啊 我们的免疫力呢 才能比较好 好 下面讲一下我们今年新推出来的 呃 呃 产品 Live NMN 呃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富方NMN 在这我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Live NMN呢 有哪些成分 除了大家都知道NMN 它是烟纤 氨氮和干酸啊 这是什么呢 这是组集线粒体的啊 保证线粒体 我们的能量加工厂的一个正常 我们呢 为什么说是富方NMN呢 它加了PQQ PQQ呢 这个产品呢 主要是呃 支持ATP的产生 也是让我们 就是细胞线粒体的数量 能够增加的 其实这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太岁 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比如秦始皇的时候 他想寻找长生不老 药的这个成分呢 就是太岁啊 所以说呢 这个PQQ呢 呃 是非常有非常好的 延年益寿和抗肿瘤的作用啊 这个我说的呢 都是有科学文献支持的啊 我们的大高粱浆呢 这个富方 另外一个富方成分呢 它是保持我们的头脑清新 清洗 清晰呢 其实它还有抗肿瘤的作用 我在文献很多文献上都查到了啊 我们的呃黑呃 第四个成分呢 就是黑胡椒的脆起物 它是呢 呃能让我们尝到更好的吸收 咱们知道 其实呃国外人呢 呃就是西方人呢 他做很多饭菜里面都会用到黑胡椒啊 为什么呢 就是它让肠道吸收的更好 因为我们 我们的呃所有的产品 我们的富方 就是为了让它吸收更好 所以我们的NMN虽然含量不是最高的 但是生物的利用度 有效吸收率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样说 就跟我们的富方成分有关 其次呢 是光氨酸 光氨酸呢 是非常一种有用的氨基酸 为什么呢 它能转化为氧化蛋 氧化蛋可能老百姓不知道 但是它能扩张血管 它有扩血管的作用啊 呃其实呢 呃除了这个扩血管的作用呢 大家知道有些呃 比如说提高男性的一个呃 生殖功能那方面 大家知道有些产品 叫伟哥 这个呢 它其实光氨酸呢 就是能呃 保证我们男性啊 这个呃功能的一个正常啊 所以说呢 其实光氨酸不只是那么一点点 我们知道的作用啊 呃我们很多文献上呢 都有非常详细的呃讲解 大家如果呃 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呢 可以去查一查啊 我们的紫禅琴呢 是高抗氧化的 它类似于白利露醇 所以说 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不加防腐剂的 我们很多的这个杰斯产品的优质上配权 它是不加防腐剂的 为什么呢 这个高抗氧化的 它就是有防腐的作用啊 所以说呢 在这我说一下 我是肿瘤科的医生 其实单方的NMN 我们是不敢给肿瘤病人用的 为什么呢 单方的NMN 真的是有呃 对这个 有些肿瘤是有增加它的风险的 但是我们的复方NMN呢 有很多抗肿瘤的功效啊 它是一个配物 它就呃 可以说呢 呃对于我们所有的肿瘤病人用呢 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我经常说 你在增加 你肿瘤病人要想能抗肿瘤 其实我们人体里 对我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就看你哪一个方面能力更强 如果你的免疫力提高了 那么你才能抗肿瘤啊 所以说经常很多伙伴问我 肿瘤病人能不能用啊 在这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因为我们的研发人 蒋帕巴博士讲的 我们的肿瘤病人是可以用的啊 所以说呢 我通过一些专业的呃 这个文献的查找 和一些专业的这个考察呢 确实发现 我们的Live NMN呢 肿瘤病人用上呢 是非常安全的 好 我现在 我其实呢 现在非常想讲一个呢 我们用了这个 我们啊 那个就是杰磁的新品 啊 结义菌 结义菌呢 我已经用了三四个月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产品 为什么 因为益生菌啊 有非常好的抗肿瘤作用 而且 它是调节胃肠道的高手 我们的结义菌呢 又是母乳益生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母乳益生菌呢 它的吸收更好 而且它是还配了益生源 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它有自己 它也要生存 它的食品就是益生源 所以杰磁产品呢 都给你配好了 它高定质 高成本 高菌素 高活性 它有三层包埋技术 什么意思 这个结义菌 你虽然吃进去 它通过三层包埋技术呢 让你顺利到达肠道 不至于被肺酸破坏 好 而且呢 我特别高兴的是 我们结义菌呢 今年呢 获得了啊 这个产品品质 评鉴奖的金奖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呃 展示给大家啊 那么 所以说呢 通过我的讲解 咱们看到 其实我们作为医生 尤其肿油科医生啊 我们见到的生死比较多 我真的非常体会到那句话 最值得投资的房子 就是你的身体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怎么样投资你的房子呢 投资你的身体呢 我们的基础营养 AMPM 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房子的钢筋水泥 我们的结义菌呢 是一个污水处理系统啊 其实不只是污水处理系统 它是人体的第二大免疫器官啊 那么我们的优化升级呢 是配权啊 它能 什么叫管道系统呢 它排毒的啊 我们的菲勒呢 智能管家 我们能让端力延长 保持器官年龄 器官的年轻啊 更让我们表表面上看的啊 身体呢 看得也很年轻 我们的胶原蛋白呢 相当于水泥 刚才我说了 不止 其实我们的那个呃 关节韧带啊 呃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 我们的敏动力呢 相当于我们的WiFi 啊 我们的电信系统 让我们的4V的非常发达 那我们的Blue呢 就是我们的干细胞的产品啊 让我们这个系统能不断的更新啊 好 那么我们来正确理解一下好转反应 呃 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产品呢 只要走的中医原理 都可能有好转反应 其实为什么会有好转反应呢 因为病态的平衡被打破 啊 才能 就说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把疾病啊 或者我们亚健康恢复 首先要打破它病态的一个平衡 让我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平衡状态 那么就像我们经常说的 你要装修房子 你得把这些 原来这些垃圾都清理出去 你才能按照你的设计去装修啊 所以我们需要各个性 各个器官功能的恢复 啊 尤其是 那个免疫器官的 免疫系统的恢复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了解 只要走的中医的原理 我们都会有一个 啊 这个排毒反应 好转反应啊 呃 如果像我们吸药 比如说 降温的 就是退烧药就退烧药 它不会说让你体温平衡 那比如说我们降糖药 就是降糖药 没有生血糖的药 有没有呢 其实我们就是 低血糖反应会让 给病人打葡萄糖 那是 呃 注射用的 但是呢 我们节制产品呢 是让它血糖达到一个平衡啊 那么所以说呢 使用产品的排毒反应呢 它根据不同的部位呢 会有不同的排毒的表现 你比如说 其实刚才我给大家放了一个 呃 那个阴阳五行的 你如果是肺症的问题 比如像我的肺膜不类这些 我用完产品呢 就发现我有口腔会痒 啊 皮肤有 皮肤开始排毒 这是什么呢 肺主皮毛啊 所以说通过皮肤的排毒 比如说有点痒啊 或者有点口腔会痒啊 大家不要害怕啊 比如说用完产品 有点腹蟹便秘啊 排黑便啊 如果你尝到有垃圾 它有可能排黑便啊 不是说我们需要到出血的一个表现啊 你感觉比如我用完产品 我也有特别想睡一觉 口干舌道 那么就有排毒反应 大家记住啊 一定水要喝到位 你水喝不到位是不行的 每天2000毫升的是 水是正常人需要的量 如果你有排毒反应了 你再稍微加一点 2500毫升到3000毫升左右啊 除非你有肾当疾病 医生限制用水量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说呢 我们有排毒反应的时候 大家不要紧张 首先要保证喝水量啊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排毒反应呢 我们在推广节制产品的时候 不要上来 就给病 就给我们的伙伴讲 啊 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排毒反应 你不要把它吓着了 就是你告诉他呢 我们的产品走的中医的原理 西方的制作工艺 当你拿上产品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咱们产品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排毒反应 比如说 有点皮肤上 有点手上有点起皮呀 或者有点口腔痒痒呀 你不要害怕 那是一个机体的排毒反应 才能让你真正身体能健康 等你拿上产品以后呢 再细讲 因为比如说 他那病的病人 他的排毒反应是什么呢 血糖有波动 而高血压的病人 排毒反应是什么呢 血压有波动 所以你就给他告诉他一下 你说可能会有排毒反应 那你拿上产品告诉我 我呢 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而且有排毒反应是个好事 恭喜你 那你这 你排毒反应出现的越早呢 这个效果可能会出来的越好 当然没有排毒反应 不是说没效果 那有些人比如说 他平常的 本来就没有多大问题 那可能也没有排毒反应 有不要害怕 没有是正常 所以大家呢 希望在大家分享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有个科学的一个 讲解的方法 不要把亲人的给吓着 那么不同身体状况呢 可能发生的反应 比如说 我们轻度的反应 就是有点想睡觉啊 肩膀不舒服啊 我们严重的反应 可能会有点头晕啊 湿疹啊 关系痛啊 比如说血压 血压有点上升啊 血糖有点高啊 因为你谈到病的病人 你想达到血糖平衡 他首先要把体内的糖排出来 那么体内的糖排出来 器官里面的糖 需要排到血液里面 那么血液里面 再通过肾脏排出去 所以说呢 你有时候可能会测到 血糖升高 不要害怕 你比如说脂肪肝的病人 血脂会高一些 为什么呢 他肝脏的油 我们经常讲 把肝脏油挂下来以后 挂到哪里呢 去到血里 血呢 再通过血呢 进到血液里面 通过肾脏排出去 所以不要害怕 酸性体质者呢 初期会有犯困 这些呢 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大家只要知道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们科学的对待就OK 好 把反应的处理啊 首先你要生活方式进行调整 不要说用了节的产品 我就随便的熬夜 那饮料也不会有效果 那么经常患者 经常有伙伴问我 怎么样用节产品效果好呢 当然要早睡早起 适量的运动 尤其是有氧运动 什么叫有氧运动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我就不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以后呢 我们可以再进行 我们的交流 再一个呢 就经常我提醒我肿瘤病人 因为我们肿瘤科医生啊 我们肿瘤病人 尤其大家普通人 尤其现在有新冠疫情的情况下 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一天一个鸡蛋和一个鸭蛋 然后呢 一天一块瘦肉 多大呢 自己拳头握紧那么大一块瘦肉 白肉红肉都可以 和鱼和虾呢 海呀 就是比如海鱼海 海虾呀 这都叫白肉 比如说鸡肉牛肉啊 这叫红肉啊 水分的摄入 2000毫升 200毫升左右 而且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促进机体的排毒 那么如果你有排毒反应 你实在坚持不了 你也可以先停一停 可以减量 但是不要说有了排毒反应 马上加量 我不希望这样 有了排毒反应呢 先看看 是减量还是维持原量 根据排毒反应的情况呢 等它稍微有所缓解 你再加量 这样会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呢 我大概讲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内服产品 我们看看 我们通过基础营养优化升级 体质调整和几乎防护呢 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健康程度 所以呢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分享 我希望大家呢 都能正确的使用 杰斯产品 我们每个人都是 杰斯的产品的代言人 只有我们把产品用好了 才能更好的分享给大家 好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 一会儿呢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 我们再进行专业的这个答疑 好吗 戴老师啊 我的分享结束了 非常感谢安吉医生啊 以他的专专业 以及形象大使的热情吧 不但对产品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以及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并且呢 以他临床 医生的经验 也给我们讲述了这个产品的使用方法 以及他的使用的这些注意事项 并且呢 还给我们解释了产品使用以后 会可能出现的排毒反应 以及他的处理方法 非常的感谢这个安吉医生 那么正好今天安吉医生呢 他本来白天就在那上班非常的忙 他能够给我们抽出这个时间来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呢和他互动来讨论 有关你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你既可以打这个文字 也可以呢打开你的那个话筒来询问 那么没有发言的 请不要把话筒打开 以免干扰 你发言的人呢 你就把话筒打开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可以进入互动的环节 安吉医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好的好的 再来说 你说啊 有人问起来 就是说你刚才在开始介绍你最初使用这个结石产品 所带来的改变 那么想具体问一下 就算你第一年你把这些几个节节给它改善了以后 当时你的产品使用了哪些 并且呢每一种产品大概这用量是多少 以你这个年龄吧 因为这个跟年龄也有关系 好的好的 亲爱的戴老师啊 在这样的照我补充一下啊 大家如果想把结石产品用好啊 首先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 刚才的生活方式我已经讲过了 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 保持积极的正能量啊 这个以前我是每次强调 因为今天啊 还怕时间不够啊 我就没有太多强调 那么你要保持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 为什么我喜欢推广杰斯呢 也是咱们杰斯平台 这个大爱的这个平台 我们的这个Scott呢 就说了 我们要引领一个正能量的这个运动啊 让大家呢 全球的家人呢 就是受益 所以说呢 那么 我呢 之所以能 这个磨玻璃阶级 各种阶级改善这么快 首先呢 我是始终把我的心态调到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我通过科学的方法 我肯定能改善 这个呢 首先有个信心 再一个呢 我的产品怎么用的呢 其实我刚开始呢 配权是一天一袋 一共用了三到五天 我的年龄呢 是四十多岁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的 先是一袋配权三到五天 大概用了一周左右 我一看没有明显的 有排毒反应 就是我呢 口腔有点溃疡 然后呢 嘴唇旁边呢 嘴角呢 有点 有点就像我没吃维生素 有点那个 那个 全麻维生素 退皮啊啥的 这些表现啊 还有手上呢 也有些皮肤的一些改变 但是我一看 这个排毒反应啊 我能耐受 所以呢 我的配权就开始加量了 加到两袋 两袋呢 用了大概一周左右 但是我用配权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呢 一般是在饭后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用 因为我怕里面的水果精华 在空腹的时候被破坏了啊 所以很多人问我怎么用的 我都是在半空腹状态 不是早晨起来的空腹状态用 那么我是配权呢 由一袋调到两袋 我一般我的基础用量 就是两袋配权 而且我是一下含两袋啊 含完两袋以后 15分钟以后 我是大概喝 400到500毫升的温水啊 呃 我在刚开始没有补露产品的时候 我是喝温水 后来我有补露产品的时候呢 我是含满配权两袋以后 直接把补露一冲啊 呃 然后呢 250毫升一冲 然后让它达到一个全身血液循环 为什么补露 就是配权用完要用 要喝水呢 让这个血 就是通过喝水 全身血液循环的调动 让把配权带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啊 那么当我用两袋配权的时候呢 我其实补露喝完以后 我后来用Nara的时候 我再配点Nara 也是冲的啊 也是200毫升左右 所以刚好呢 大概400毫升左右 我发现这样用产品啊 对肺部的效果非常好 那么我的AMPM呢 是我是在配权用了三到五天 没有太明显的 就这排毒反应我能耐受的情况下呢 我就开始 AMPM就加上了 刚开始早晚各一例 我一看没有太大明显排毒反应 然后早晚各两例啊 后来呢 我在配权AMPM都加上以后 开始加菲勒了 因为我说了菲勒是补气足瘀的 我的结节肯定是瘀毒啊 所以我菲勒呢 就是两例 我菲勒还从来没用过四例啊 都是两例 而且我的菲勒怎么用呢 我菲勒都都是要么跟AM一起用 要么跟PM一起用啊 在这我说一下 这个LiveNMN出来以后呢 如果大家想用的效果好 我研究了一下 这个NMN和AMPM是绝大 跟菲勒更是绝大 我现在我怎么用的呢 我是一粒NMN 因为我是根据我的情况 我是一到两粒 我最少量一粒NMN 加上一到两粒的AMPM 因为我是根据情况啊 然后呢 其实就说 我为啥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你经济条件有限 你可以用一大配权 都有效果 你一粒AM也有效果 如果你说你用好NMN 其实你用一粒AM相当于两粒AM的效果 我试过啊 所以说因为有上次 我有很多伙伴问 我经济条件有限怎么办 那么如果你经济条件有限 你比如像我给我的伙伴 一粒AMNMN 加上一粒AM 加上两粒菲勒 效果就非常好了 如果你经济条件可以 那么你可以两粒NMN 配上两粒AM 两粒菲勒 那效果就足以了 不用再加量了 这个量OK了 就对于肿罗病人呢 都是效果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在我节节的改善初期呢 我主要用的产品就是配权 AMPM 菲勒 后来有补入 有NARA以后呢 我就把补入和NARA 按我刚才的说法用上了 然后呢 其实我后来也用了慢的 因为慢的我 因为我其实我知道它的 你干当的排毒效果越好 那么你产品出的效果越好 其实我的产品是逐渐加的 但是我希望呢 跟大家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 你就像我们曾经苏导说的 杰斯产品呢 它是食品 你如果你经济条件有限 你钱多的多用 钱少的少用 但不是无限制的多用啊 就刚才我说的 按我说的推荐量 因为用每个产品都写了 该怎么用 你确实经济条件有限 你可以少用点 用肯定比不用好 当然呢 杰斯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 当你由消费者 转化为分享者的时候 你也可以吃产品 越吃越便宜 对吧 所以说 你呢 根据你的这个经济条件呢 来选择这个产品的搭配 和它的使用 而且在这我说一下 共性的东西啊 其实我今天讲的目的 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健康人 我们就是想保持自己健康的话 就用推荐量就可以 我们有 如果有什么什么病了 比如说任何病 比如说肺呀 呼吸呀 有了什么病了 那你在按照我上面写的 比如配权 你可以用两到三大 是吧 你AMPM不用加太大量 当然有些人呢 他可以AMPM加到四粒 但是如果你用NMN了 你也不用加那么多的量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呢 给大家一个通用的公式 让大家呢 知道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根据自己的年龄 根据自己的这个 排毒反应 来安排大家产品的使用量 亲爱的戴老师 我的分享是这样 您看可以吗 可以 非常的好 非常的细致 而且全面 非常感谢 那么接下来呢 有一个朋友问了 就是甲炕用哪些产品 比较好 好的好的 那这样啊 亲爱的戴老师 我回答一下啊 甲炕呢 其实我这边 除了治甲状腺肿瘤 甲炕 甲碱 全是我平常给病人治疗的啊 呃 其实甲炕呢 原因很多啊 呃 但是呢 在用产品的时候是这样 我 我认为甲炕呢 首先他 呃 这个AMPM应该先用 啊 AMPM先用 呃 根据他的经济条件 他是早两粒 晚两粒 还是早一粒 晚一粒 因为戴装呢 那是早一大晚一带啊 呃 这个AMPM先用 呃 先行 用三到五天 看看有没有排毒反应 能不能耐受 然后呢 再用配权 为什么我说 AMPM先用呢 因为我们AMPM里面有有机锡 其实甲状腺的任何问题 不管甲炕甲碱 还是甲状腫瘤甲状节节 都跟大部分都跟锡缺乏有关啊 跟我们的情绪有关 那么我们AMPM呢 能让你白天精力充沛 晚上睡个好觉 这样呢 让你内分泌调的更好一点啊 所以说我建议他先用AMPM 然后呢 再用配权 配权呢 一天 一到 呃 两袋啊 当然还是按我说的方法 先是一袋 三到五天 看看有没有排毒反应 然后再开始加量 配权呢 如果他经济条件好 可以加到四袋啊 因为甲炕病是非常遭罪的 因为甲炕跟甲碱不一样 甲碱呢 比甲炕要好得多 我们甲炕的治疗经常是要把他甲炕 制为甲碱 然后再给他调 再给他调过来啊 所以说呢 甲炕因为心慌啊 这个 易怒啊 是非常遭罪的啊 所以说 这个配权可以两到四袋啊 然后其实还适合用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结义菌 因为结义菌用上以后啊 他的这个 呃 这个配权和AMPM的吸收呢 会更好一些啊 如果他能买到结义菌的话 我建议他AMPM配权加结义菌 这三个先用啊 先用看他的排毒反应 呃 再一个呢 我希望如果他定义条件还有 还可以 我建议他加慢的 因为慢的呢 大家知道 让大脑啊 情绪呢 睡眠啊 更变得更好啊 而且慢的 我是建议他晚上用 晚上用呢 尤其跟PM一起 前后 呃 在PM之前用的话 跟PM一起 让他这个情绪能变得相对稳定一些啊 啊 NMN呢 我倒不建议他用啊 啊 甲康病我不建议他先用NMN 因为甲康病的代谢率是相当高的啊 啊 所以说呢 我推荐他用的产品是这么几个啊 如果呢 他还有经济条件还可以的话 也可以用一些 别的比如说NARA呀 Blu啊 也都可以 但是我最推荐的是那个 呃 AMPM 配权 呃 那个 结义菌 慢的啊 啊 亲爱的戴老师是这样的解答 可以吗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你正好是你的专业 那么我再问 有一个人又问了一个和你专业相关的 跟刚才正好你讲的相反的 就是 他说一个假 假假假警啊 那个患者用了配权 说感觉不错的时候 他说能不能再吃优假乐 是不是这个优假乐可能是一种药是吗 啊 对对对 亲爱的戴老师 我的所有的甲状腺肿楼的病人都在用优假乐 我说的哈 我们的节制产品跟任何中药西药都不冲突 大家哈 就是说医生让你该用什么药 如果医生让你该用什么药 你就用什么药 我们的任何节制产品跟药都不冲突 尤其用优假乐用配权根本不冲突 但是 药物和节制产品最好间隔一个小时 这样的呢 不影响大家的那个就是 不影响药物和节制产品的吸收 其实我的很多甲状腺肿楼的病人 用上我们的节制产品 他们都是要用优假乐的啊 用上我们的节制产品呢 发生了很多惊人的效果 我举个例子 我的甲状腺有个甲状腺癌的病人 他呢就是做了好几次手术了 他是重度脂肪肝 重度肝损害 转炎没达到200多 就是已经不能用任何药了 只能用优假乐 别的药都不能用的情况 中药西药 就是中药和中药是不能用的啊 西药呢除了有甲状腺 医生不让他用任何药了 那么他的甲状腺肿楼 又发生了转移 这个时候他来找到我 说的现在 说的怎么办 你看医生啊 现在什么都不能用了 该怎么能控制一下这个病情 后来呢我给他推荐了 我说这个节制产品不是药 他对你肝脏功能没有损伤 那你可以试用一下 因为我从来不给我的任何病人 和伙伴承诺 我们能治什么病啊 我只能说对他的这个身体 肯定有改善作用 所以当他呢听懂了以后 呃当时正好公司有活动 啊两万多块钱呢 人民币啊 三千多美金买了一个大套餐 整整用了一年的产品 其实用的不多啊 配权就是两大 慢的每天就是一大 然后AMPM早晚各一大 他用的是粉计啊 刚好他走的是香港的套餐 呃然后那一组套餐里面 配了点飞乐 他就把整整用了一年 达到什么接应的效果呢 转安煤从200多降到了60多 几乎快正常了 然后呢 他的甲状腺 这个甲状腺癌的零八节转移 将近有七八个 五六个区的转移呢 基本上全部得到了控制 原来写了一页的转移 后来就有两三行 啊 然后呢 所以说 他的这个效果哈 真的让我看到了 劫次产品的这个 惊人的效果 因为这也是我自 亲自调的一个 所以说通过这个 我的讲解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产品 跟任何药都不冲突 跟任何中医 西医的治疗方案 都不冲突 亲爱的戴老师 这样的回答能行吗 特别好 非常的感谢 你给我们总结出来的 都是一个 暗示四海为接诊的 这个理论了 就是我们 就是对许多 其他的情况嘛 都能够 试用 有一个人问啊 就是他吃这个NMN嘛 因为新产品啊 他吃了三斤 就完了胃痛 他就不敢用了 这算不算排毒反应呢 怎么处理啊 亲爱的戴老师啊 在这儿啊 我首先只好讲一下 是不是排毒反应啊 首先 最好呢 就是我建议大家 在使用结色产品之前 做一个体检 当然这个体检啊 是最好是在公立医院做啊 因为有些时候 在私立医院做啊 这个什么什么 私人的体检中心做啊 也就不是太准 尤其国内啊 它不是太准 为什么我说 建议大家做一个体检呢 因为你做了一个体检以后 你就知道自己 有没有哪方面的问题了 当出现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伙伴 他用了NMN以后 出现胃部的不适 对吗 戴老师啊 对 胃痛 胃痛 那出现了胃痛呢 首先考 首先他 当然这个不一定不要体检啊 首先他知道 如果体检更好 比如他在结色产品 用结色产品之前体检过 他就知道他有没有胃病 是吧 比如说像现在啊 其实像胃肠镜 我现在都无痛的了 一般40岁以上的人 其实我们在常规体检中 我们都建议大家 可以做一些这样的相关检查 尤其是肠镜啊 胃镜倒不一定 但是呢 就是很多体检都会查 那个幽门罗杆菌 大家知道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伙伴 他没有体检过 但他知道 他以前有胃病 他哪怕小的时候有胃病 我们的 我特别 哎呀 特别就是 佩服我们结色产品的一个地方 什么呢 我们结色产品 所有的结色产品 我都试过啊 就那幅产品 各个都 都是碳病神器 为什么呢 我用完NMN以后 把我N年前的小问题 都给我调出来了 就是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 我以前呢 就是 就是容易 就是手上有这个 起这些小东西啊 当我用NMN以后 没到三天 手上开始褪皮 就是皮肤的问题 开始冒出来了 后来我听到 其实咱们的那个 咱们 咱们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 大团队里面的 这个 这个李医生啊 咱们知道吧 就是那个 中医的 钻石 李钻石 李钻石 他呢也是 他用了NMN 不到一周 就把他的心脏 的那个老毛病 都十年前的 家族性的问题 都挑出来了 所以说呢 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他以前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知道 这是排毒反应 所以说 如果这个伙伴 他知道 他以前胃部 就是没用截的产品的时候 就有点胃 以前有点小毛病 有点吃不合适了 就有点不舒服 这样的胃的小毛病 那用完NMN呢 有可能是一个排毒反应 那么如果 如果说 他这个用截的产品之前 胃度特别好 也体检过 从来没有相关的问题 那这个可能不是排毒反应 可能跟他使用产品的方法有关 一般我们 再我说一下 NMN呢 一般建议大家 早晨用 最好 不能朝 不要下午用 因为NMN呢 是让大家精力充沛的 是让你能限立体的能量加工厂 开始快速运转的 如果你下午和晚上用 会适得起反 所以建议大家早晨用 最晚中午用 那么如果他使用方法不到呢 也会有胃部不舒服 所以这个伙伴呢 去想一想 他是不是排毒反应 首先第一 如果试排都有反应 OK 那可以先把NMN停两天 用他的别的解释产品 把他的胃调一调 等胃调一调以后呢 我建议他这个NMN呢 用的话就用一粒 不要用两粒 我不知道他是用了几粒啊 我都建议先用 先从一粒开始使用 用一粒 而且半后立即用 半后立即用 如果还有胃部不舒服呢 可以加到半的末尾去用 就用完NMN再吃两几口半 其实不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可以观察一下 胃是不是还可以 所以说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 学会这个方法 就是你在用这个产品 用这产品有了不舒服以后 如果你曾经体检过 或者没有体检过 但是你知道 你有这方面的小毛病 或者像我的伙伴 哇他是20年前的问题 都调出来的 他说你们这个产品这么神呢 我说他确实是一个 他没神气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就是带着这种科学的方法 去研究和使用我们的产品 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好的 亲爱的戴老师 就分享到这儿好吗 好的 非常好 我这里有两个 有点共性的问题 问一下 就是 你是个四岁的孩子 一个是癫痫 一个是 一个癫痫 都是脑部疾病 一个癫痫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脑瘫 能用产品吗 亲爱的戴老师 就是四岁的孩子 他这个问 就是对您说的是脑部问题 能用的节磁产品 第一配权是可以用的 第二呢 他们就属于特殊情况了 可以用慢的 慢的呢 用一袋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也听过很多别的团队的伙伴 就是他把那个 就是小孩的多动症 您知道吧 小孩的多动症 还有癫痫的 还有这样的 通过配权和慢的 慢慢慢慢慢慢调的还不错 但是配权的这个孩子 就跟进去他孩子 孩子反正配权 如果四岁的话 一到 一到两袋 最多不超过两袋 因为他疾病状态 慢的呢 一般是一袋 不建议用两袋 因为小孩嘛 太小 但是不要着急 就节磁产品 一般三到六个月起效 但是他该看病看病 该治疗治疗 我建议他配上 他们的配权和慢的 这样的呢 孩子呢 会慢慢慢慢得到改善 而且呢 小孩的话 就是容易胃部不舒服 不建议他配权 我不建议所有的人配权 早晨起来 空腹用 为啥 大家睡觉 最起码睡五六个小时吧 睡了五六个小时 起来 胃酸分泌相当高 这个时候配权 是很容易 把配权里面的水果精华 破坏掉 而且效果不是太好 所以我建议大家 都是半空腹状态用 或者是 胃部不适的 半后直接用 在这儿 我做一个小的分享 亲爱的戴老师 时间来得及 是吧 我就是做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分享 就是我今年 在过年的时候 出现一个小小的意外 就是 因为过年嘛 今年这个疫情 不让回家 不让回老家 到朋友 就是亲戚家去过年 结果呢 吃了他们家一个 那个番茄虾 就番茄酱做的虾 这个番茄酱的 老人没看 其实过期两年的 番茄酱了 结果这个 我吃了他这个 过期两年番茄酱 做了虾以后 半个小时不到 出现了胃痛 胃痛 然后呢 我当时啊 就是因为 你知道咱们的配权啊 就有解禁的作用 因为我曾经听过 哪个团队的伙伴 是瑞典 在瑞典的一个华人 说他当时肚疼的不行啊 就是都要准备 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呢 因为要等了人接他 孩子给他说 妈妈那你用配权试试呗 他当时还想 这配权能管用吗 就拿来试了试啊 结果没想到 韩蛮配权以后 真的 这个疼痛啊 缓解了 当时我听到他这分享 我想哦 就我查了一下文献啊 这个白蜜露唇啊 还真有解禁的作用 后来呢 我呢 其实就平常的时候 比如说我偶尔 有背部不适的时候啊 我就去试一试 一看 诶 这配权真有这个效果 后来我因为我到 我亲戚家去过年的时候 我的截子产品 带了相当全 所以我在出现背痛的时候 我赶紧给他说 我说快大姐 把那个配 把我的截子产品 全部拿来 配权先给我拿来 配权拿来以后 我就赶紧 我疼了 都是点 都是点就是 前后翻滚了 你知道吧 就是就在床上都 站不起来 是坐不起来的 然后我就 但是含还是可以 把那个配权 弄到嘴里面含 含完以后 我让他赶紧准备温水 但是我含啊含 我一下含了两袋 含了两袋以后 慢慢慢慢 这个疼痛 没有那么剧烈了啊 我就给他说 我说你把温水给我准备好 因为当时 我的胃疼 我就干净 让他给我准备点 那个发面的花卷 或者馒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准备 要用六袋 有点酸嘛 我就嚼了点馒头 然后赶紧 我也不等15分钟了 就赶紧喝了点水 给他稍微 就是给他 给他进到那个胃里面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 诶 程度逐渐缓解了 后来我就赶紧问他 我说大姐 你加这个 我知道虾没有问题 冰箱里冷冻的 我说番茄酱 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在做的过程中 我其实也参与 他的制作 我看了这番茄酱颜色 我觉得跟我以往 用的不一样 我也没好意思 多问嘛 在亲戚家 然后他 他赶紧去看 看完以后 因为那袋子 在垃圾桶里 拿着吓得一跳 说得轻的 这个都过期两年了 我说完了 我肯定要出现 过敏反应了 真的 我的疼痛缓解 一点以后 以后 马上开始痒了 我说完了 过敏了 你知道吧 最后 我自己都摸到疯团了 我说赶紧配权 再拿两袋来 我就 不管时间了 我就两袋 两袋的配权 然后给我 让他准备 大量的水 其实我想到什么呢 赶紧把结衣菌拿来 因为那时候 我手头上有结衣菌 我结衣菌赶紧就 就是我吃结衣菌 那个特点 不喝任何水 直接放到口里面 嚼得特别好吃 一种奶酱 你知道吧 然后结完以后 上面出出口 因为结衣菌来得快 然后我就赶紧 把结衣菌用上 我说 然后我们家亲戚说 给你送医院 我说大过年了 先别给我送医院了 我说我先试试 结衣产品 能不能摆平 这个事 后来呢 我就配权 段段续续用了六袋 然后我赶紧 还把慢的拿来了 我慢的 其实因为慢的是 瓶肝西风的 什么叫瓶肝西风 能快速加速 肝脏的代谢 你知道吧 我那时候也有MN 然后我就 他先把慢的给我拿来 我慢的一下子喝了四袋 因为慢的喝四袋 不超量 我知道它能加快 因为我慢的 我知道它有抗过敏的 一个作用 所以我慢的一下 喝了四袋 配权用了六袋 结衣菌用了两袋 因为结衣菌 可以用两袋的 然后NN用了一地 后来 对 还把那个 这叫什么来着 PM 对 我说 因为那是晚上 我说PM也拿上 因为啥 它这个快点效果 其实用的过程中 我就来回上厕所 排毒了 我跟你说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我的疼痛 完全缓解了 过敏 慢慢好多了 大概一个半小时 完全好了 然后我们家亲戚说 哇 给你不用送医院了 我说对 所以这是我真的 这是一个意外 但是我真的 真的体会到了 杰瓷产品的 这个 惊人的效果 我没想到 我说我试一试 我说我试一试 看看杰瓷产品 能帮我到 帮到哪个程度 我真的没想到 我大过年 没有去医院就好了 后来呢 就是晚上 也睡了个好觉 所以说这个呢 真的通过我这个分享 大家知道 我去通过那件事以后 我走到哪 佩权绝对不离手的 为啥呢 因为他是一个 急用的 大家可能听过分享 就是我们有一个心脏科的 就有个医生 他的爱人心 突然突发心梗在车上 大汗淋漓的时候 他给他爱人 就是含沛权 把命救过来了 行 我就怕时间超时 亲爱的戴老师 说到这 没事 你您说 你们还还不错 大中华区还有这个叫杰瓷产 真羡慕你们 咱们到现在为止 特别好 没事 会吹上全球的 我们等着 等待他 等待他 同样是一个老部问题 就是如果说 刚才小朋友 如果老年人的 这种怕金森 这些 那你的建议 劫持产品 我想慢的肯定了 那是其他的配合 你觉得什么比较好呢 亲爱的戴老师 其实一般是老年人 对因为今天时间紧 我没把LiveNMN详细讲 其实NMN呢 他对于这个帕金森 还有老年的 这个老年 就是我们讲的 还有老年痴呆 这些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像这样的病人 比如有帕金森的 或者有老年痴呆 这样风险的病人 我建议他们 首先呢 就是需要用的产品 先是当然了 先是拿出来 AMPM先用 AMPM是调节的 AMPM用上 没有排毒反应 把配权用上 AMPM我建议 常规量就可以 然后配权呢 两到四代 但是特别需要用的是 慢的 慢的呢 和NMN 这个搭到一起 就是说 就是联合应用 对于这个帕金森 老年痴呆 效果非常好 但是慢的 像老人呢 其实我们推荐量 不是一天一到两代 其实老人呢 可以用到两到四代 这个慢的 所以说这个 NMN呢 可以两粒 慢的可以两到四代 加量 配权两到四代 AMPM不用加量 早两粒 晚两粒就可以 如果把这些产品 逐渐用 不是一下子全用上 按照我说的 一个一个的去加 当然如果说 他特别着急 想先用哪个 可以先用慢的 先用慢的 然后再加 其他的几个产品 这样用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给我的病人调过 也给我的伙伴调过 好的 好的 行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再 继续提问了 那么 将来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再请安杰医生 跟我们大家来互动 再次感谢安杰医生啊 与他的这个专业和这个 形象大使的热情吧 从中西两个角度 给我们分析了产品的 这个功能啊 和他们的使用方法 以及所带来的一些 临床上的一些东西 那么 并且给我们详细解答了 许多问题 就我的感觉来说是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就是很多相关的知识 他都把它融会贯通 并且变成了一种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的一个 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状态下的 一种这个知识 那么 词曲 李宗盛